火鍋店監視器的畫面中 供讀生蹲在地上 為客人換瓦斯 過程中疑似瓦斯外洩 客人紛紛走避 不料意外很快就發生 一旁的火源引發瓦斯氣爆 供讀生全身著火 客人四下逃竄 我一直冒一直冒煙 一直冒氣 冒氣 對 我知道那個快爆了 所以我趕快跑 氣爆當中共有七人受傷 分別送往張基醫院 西湖大灣醫院 以及衛福部彰化醫院 隔壁桌一家三口 走壁不及 跟供讀生這四位 傷勢最為嚴重 送往張基醫院救治 慈激人也立即動員 前往三所醫院關懷 火鍋店供讀生是才就讀高一的楊同學 為了幫助家計去打工 發生意外 全身24%灼傷 父母親很難過 他則是相當自責 慈激人送上極難慰問金並敷衛家屬的情緒 而位於彰化西湖的這家火鍋店氣爆現場 滿目瘡疑 店內裝潢幾乎燒毀一大半 相關的原因及責任 等待火吊客人員調查鑑定 大海新聞張國燈 萬光輝 彰化報導 新闻市場